财政部关税署台北关全新通关资讯平台 在24号正式上线 原本新系统是希望提高作业效率 结果因为仓储人员人力不足 反而出现了货物延迟跟遭到雨林毁损的情况 现在不仅消费者抱怨连连 电商跟报关业者更是对于新系统仓储上阵 感到欲哭无泪 经过超久时间货物终于送到手中 打开一看超傻眼 外包装的纸箱都湿烂了 里头的新鞋成泡水货 而且这还不是单一案例 电商业者哀声怨道 平常三天就可以到的商品 现在等了十多天 终于拿到货物却湿的湿烂的烂 让电商业者心急又愤慨 只能报废处理 原来是台北关24号通关资讯平台 作业正式上线 物流业者线上填表单 由货除人员处理货物 不过17号进行压力测试时 就发生问题 因为仓储人力不足 导致货物累积一堆 入出货速度变慢 下雨当然只能露天淋雨 参业者一定是配合的 那但是参业者配合的是 他的软硬体设施没有办法完善 比如说他叫我们登录异常 那我们即时画面去监控 完全都找不到 尽管新政策用意良善 但瓶颈问题不解决 民众是否能拿到正常货物 也只能碰碰运气 记者林柱强桃源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